因为不太了解这个毛衣,所以呢,Campside就定在了这个最东南边的这个叫Kipahulu 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要路过哈纳 这一段呢,是从南部走37号路去Kipahulu 这边呢,是从北边走36号路到哈纳 那条路很有名叫Road to Hana 本以为这个岛非常小,开车很容易来来回回,多跑一点时间无所谓 但是发现这个路是非常的难开 短短的一点路要开两个多小时 哇,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来来回回,每天都要来回一次这个Road to Hana 哎呀,这个是非常难开的一段路 我们现在的这条路是从南部开过去 呃,现在看起来还还好 但是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这段路也是非常的难开 嗯,但是呢,有机会也也有机会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这个岛的南部是什么样子 嗯,非常有意思 嗯,首先呢,就是你会发现这边的树木,呃,非常的矮小了 嗯,刚开始啊,当然,还没到那个,呃,前面 呃,所以这个,你就会感觉到这跟这个北边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北边的那条路叫Road to Hana 那么这条路也可以说是Road to Hana 不过没有很多人走,我发现 因为这边非常的,呃,没有居民区 没有人在这里居住,然后非常的荒凉 呃,这个景,这个自然景观也是显得很荒凉 因为树也矮,草也黄 等到这个真正开到这个南部的这个海岸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边呢,几乎没有树 哈哈,而且这边的草也都是黄的 哦,根本就没有什么绿 嗯,然后路也开始变窄了,嗯,这个,关键的关键是没有车,没有行人 没有行人走在这条路上,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奇怪 怎么同样一个岛,短短一点距离,岛的北边这么荒凉 不是,这岛的南边了,嗯,然后,岛的北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色,嗯,就是非常非常小小的岛 我们就有这种现象很奇怪哦,嗯,我在西藏的时候,当地人就说过有,就有那种叫做所谓的阴山阳山之说 也就是同样一个山,山的北边就是阴山,也就是说像森林一样的,到处都是绿 可是在南边,南坡,山的南坡,就是几乎是同样的景色,没有草,就是甘露罗的石头和土地 因为这边没有这个居民区,所以说,路上碰到的都是游客 而,即便是游客,他们也不来这里,因为我发现这边很少有车辆开过来 嗯,跟我一起开的几乎就看不到一辆,偶尔会碰到一辆辆从对面开来的 那也是,我估计也是不知底细的这些游客,从它呢,想绕倒一圈,从南部开,开回去 嗯,反正是这条路,啊,现在还好,是博物路,待会就是狮子路了,小人路 这路连个中间的隔线都没了 一条线 嗯,这边也没什么景色,嗯,也没有沙滩 嗯,可能看到的就是南海 还,海浪波达10米,在这里,也不利 白奶暴 蜻臭蜻臭 到现在了 你可以看到 连一丁点绿也都几乎看不到了 全是石头和沙粒 我发现这路非常窄 然后经常跟对面的车碰头 这个路窄又要找一个比较宽的路面 好给腾出来的地方 让对方错车 很不方便 所以后来我想还是追上一个车 然后紧跟在他后面 他错车的时候 我也就知道该去找地方错车了 你看在山上了吗 那车从那 然后这样的车 终于让我追上了一辆 你看 这个车会帮我很大忙啊 哎呀呀呀 要上这辆车 拿着一个大石头 朝这路 美丽 这辆车 这辆车 哎呦 吓人了 所以现在是慢慢的往北开了 往北绕上去了 所以呢 也 你会发现 旁边的树木和草也开始绿了 要不这样的错车是很危险 这还是个女的开车 又有车了 他刹车了 正好这儿宽 这儿宽 哎呦 不行不行老周 等他过去 他走 我再走 他顶着他 要不然的话 嗯 他还要了 回退 滚 哎 停住 哎怎么还往前溜啊 我这儿有个鬼巴 我没进来 吓人跳 哇 这这可是一条路啊 这个他也能过我就能过了 不管怎么 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campsite 几乎开了三个小时啊 因为这个路上的限速特别满 只有大部分是20 mile 往往2025 嗯 腥臭 腥臭腥臭